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 先歡迎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值班醫師 楊志賢 楊醫師 歡迎醫師 今天好 第一位是我們中醫師李玉佳 醫師好 瓜哥好 第三位是我們前主播吳佳芬 歡迎佳芬 林玉佳好 大家好 第一位是我們紅紅主持人 林恆君 歡迎恆君 哈囉 大家好 好 年財剛過完 今年的年有七天的廉價 你有去哪邊玩嗎 我相信台灣人真的好悶 為什麼 因為今年因為疫情關係 沒有辦法出國 沒關係就留在國內玩也很好玩 根據一個旅遊平台調查 2021年台灣人最想去哪個城市玩 沒有想到台灣好棒棒 有好多個城市都上榜了 我想先問加分 今年過年你有去哪邊玩嗎 有沒有在這個上榜的城市裡面 我剛剛大概掃描了一下 還真的有重點 因為這個排行榜 真的是好像符合現實情況 因為我只有去台中 因為我過年就是回婆家 婆家就在台中 第五名 厲害 其實它這個是在去年 它有一個旅遊的平台 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數據的報告 去年其實的排行榜國旅很夯 所以第一名跟第二名的是 在台東跟花蓮 好山好水 但是今年完全大不同 大家真的很想念出國 最第一名念東京 你看大家東京 然後第三名是直接跳大阪 第四名是京都 所以大家還是非常渴望到日本去玩 然後第二名就是台北了 第五名台中 然後下面只要是黃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台灣的城市 沒錯 所以大家會想說 這個圖表裡面發現其實有11個 也就是有超過一半 都是在國內的 今年好多的連假 過年連假過了之後 我們現在的節目播出時間 就是228的連假有三天 這三天連假完 還有四月份的清明連假有四天 那你就可以把握機會 去這些地方玩一玩之外 可能要找一些親朋好友見面 或是會跟親朋好友一起出去 這些地方出遊 這時間你可能就會 有一點點比較的心態 為什麼呢 因為跟好朋友見面的時間變多了 難免想說 我們同年紀 你有沒有變比較漂亮 後面有比較帥有沒有變老 那我們看一下 同年紀如果說不好好保養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是兩位 四大天王當中的兩天王 一個是張學友 一個是劉德華 這兩個人同樣都是59歲 可是為什麼照片看起來 感覺好像差了20歲 橫君 是 我們常常講說 真的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因為兩位都是1961年出生的 剛好我也是張學友的鐵粉 但是不得不說 他在前陣子的時候 在微博上面有一段影片 那其實很暖心的是 還要幫河北石家莊的朋友 加油打氣 說疫情很辛苦 但是我們一起挺過去 大家看得很感動 但是想說奇怪 天王怎麼看起來 好像憔悴了很多 然後再加上鬍子都白了 憔悴的樣子身上了 對 然後反而是一邊很暖心 一邊想說 看起來好像跟記憶當中的 不太一樣 其實人家也已經59歲了 就覺得好像也是合情合理 但你就會想到另外一個 也是童年似的 旁邊這一位 沒錯 就前陣子剛好 第一次在抖音上面 然後因為他是第一次 開個人的社交平台 所以雖然1月底那時候才剛開 但是不到7天的時間 就吸引超過4500萬追蹤的人 那個人數真的是非常之龐大 像是我們有時候 可能一篇貼文 你覺得幾千個人按讚 幾萬個人按讚 嚇死人了 對 它一篇貼文可以多少人按讚 可以兩千多萬人按讚 我覺得這數量真的非常誇張 然後大家就會看到說上面 劉德華在上面很俏皮 很可愛 很活潑 其實就會想說 一樣都是1961年次的 好像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那就我想請教專業的院長了 是的 我們過去 大家都是討論女明星比較多 對不對 那同樣是59歲的四大天王 張學友跟劉德華 這兩個人都是帥哥 沒話講了 為什麼 老了之後是骨骼的差異嗎 怎麼一個人看起來比較老 一個人看起來比較年輕 其實越是鵝蛋臉越吃虧 他嗎 鵝蛋臉的越吃虧 因為基本上你那個鵝蛋臉的 臉型比較好的人 有點跟西方人一樣 你沒有顴骨凸 沒有支撐 所以剛剛講的 沒比較就沒傷害 那換句話說 你自己跟以前比是最好的 像如果說你張學友的 之前的那個照片來看 你相對的他是臉型是很好的 所以他表情越多的人 越容易老化 表情越多越老化 當然劉德華 我記得印象裡面有過 對他很熟的人來講 覺得他的臉跟以前來講 是素太多了 以前還更帥 太鬆了 太鬆了 表情多了太鬆了 不過我們現在男生來講 愛美的比例 其實已經拉升到三成以上 以上 只是男生的愛美的方式 是不讓你知道 然後他默默的在調整自己 那女生的話會呼朋喚友 院長你講說現在連男生愛美的程度 都攀升到三成 代表說大家都想追求更年輕的外貌 我想請教院長 如果說我要讓臉變年輕的話 臉部哪些地方重點做下去 效果馬上就出來了 我覺得臉部本身如果要把它變成一個年輕 要維持 我們先講維持來講 這個顴骨這個位置 一定是對我們影響很大 因為這是中臉 所謂的上臉是指法際到眉間 這是所謂的上庭 眉間到鼻間就中庭 鼻間到下巴是等於下庭 那這個地方的比例 1比1 然後我們華人 亞洲人來講是1.1會更好 就是臉型要拉長 如果是西方人來講是1比1比1 剛剛前面的兩個帥哥 其實大部分都傾向於1比1比1 只是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顴骨太突的話 通常容易鬆 但是真正的第一名 我們全部的第一名 就是如何維持年輕 一定是眉眼之間 還是要先弄眼睛 對 你眼睛的這個附近 我們說你的眉目可以傳情 你的眼睛在某 像大像月亮的 或像多漂亮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在 眉眼之間的傳遞訊息 所以我們把它點掉好了 眉毛 提眉 提眼 眉尾 眼尾 魚尾 這三個 這三個其實是一個正相關的 這第一名 那第二名不是顴骨的地方 第二名應該是嘴巴的地方 你活動越多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法令紋 木偶紋 這一代的紋路 相對你就會勞勞很快 表情比較多的 可能會集中在嘴巴附近 會長出紋路對不對 對 長出紋路 所以現在的人 因為你長壽命 所以你不得不想辦法 讓自己越像自己的重拳 比如說你可以拉回十年前 拉回二十年前 越像自己那種自信的感覺 就非常好 對 所以現在修面補薪 應該說抹去心中的傷痕以外 一個是修面補薪向上提升 就你的面修好之後 你的心情就會好了對不對 對啊 我想請教院長 你說現在越來越多人 不管男女的 都想要讓自己變美變漂亮 目前的醫學美容的流行趨勢 到底有哪一些 大家都注重哪一些重點 這個是一個很新的觀念 流行的趨勢 那流行的趨勢是 當然一定要是傾向於一個滿意 高興 或者說最基本先從修期短 修期短就是說要直接感動 要直接感動 對 感動這兩個字對我來講 感動 我自己怎麼學習成長 我感受到你的痛苦 我知道你要只如何讓你感動 我感受自己的不好 然後知道你怎麼讓你變好 所以我知道如何讓你感動 感動就是最簡單的 就是你把你的手拿起來 然後把你的每一尾 每一尾往上拉 有沒有像你二十年前 有嗎 每一個人一拉的時候那種感覺 你就會覺得自己會感動 那修期要短 第二個 效果一定要明確 第三個要省時 就是說你治療的時候要 不要說拉得太長 不要太痛苦 還有照顧上要很輕鬆 你做完之後 大部分就是直接 就不用再所謂的拆線 換很多的藥 回復期比較少對不對 那麼安全擺第一 就是你局部做局部麻醉來講 要配合氧氣 這個修復上是最輕鬆的 防疫期間大家都會戴口罩 我嘴巴可能可以先不弄 可是眼睛就很重要 眼睛如果看起來老 你會看到 因為畢竟我們每個人就走在外面 口罩是遮不住眼睛的 眼睛哪些地方重點下手的話 看起來會馬上覺得 整個人變年輕變漂亮 這位美女 她本是在防疫期間做的 是喔 然後因為她先做的是下半段 先做的是下半段 下半段的這個當然是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特殊處理 因為她的真正的自然的話是這個 下半段就已經做了 她這是最新的照片 做最新的照片 然後這個可愛的寵物 她就順便把她一起帶上來 跟她一起相處 所以這個眼睛是後來做的 先做完下半段以後 然後戴著口罩 後來已經稍微比較輕鬆了 她就做眼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所謂的眉眼 眉尾 眼尾 魚尾 三個尾巴不要垂 院長問一下 從這邊到這邊到這邊 她大概做哪一些的 一些變化跟手術 我覺得最簡單的 她是這個地方是做所謂的 把臉變緊實變小 也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把它變小 那第二個是她有做填補 這個有填補 這個有填補 我們把它去掉好了 那這個有填補 做填補 填補的時間一般來講 大概只要花個十分鐘 來解決你十年的困擾 十分鐘來解決你十年的困擾 那這個做完之後 她發現說本來的眼睛不會難看 本來就已經好看了 對 眼睛就滿有神的 後來發現說好像可以蓋更好 所以她就做了所謂的畫式拉皮 用法式拉皮把眼睛往上提 往上提 然後提了之後 就是眉尾 眼尾 魚尾 這三個 那她沒有做眼睛這個地方的部位 她主軸就是把這個眉尾 眼尾 魚尾把它往上提 那院長你講到所謂的法式拉皮 把這個眼睛眉尾 魚尾都往上提 它怎樣去改變臉部的老化 這樣的治療方式 我可以用在臉部的其他區塊嗎 可能 這是可能的 因為我們在做的過程裡面 你主要概念 主要說我們所謂的畫式關鍵的 這種找到你的關鍵問題 那一開始我就說 我們的國人來講大部分的老化 都是先從這個中間這一代老化開始 對 中臉開始 中臉開始 什麼法令紋變身 然後眼下細紋 然後顴骨變大 但是真正的關鍵的地方 一定是所謂的眉尾 眼尾 魚尾 這個區塊 這個是第一個區塊 這邊一定可以做 剛剛照片上就很明顯了對不對 第一個區塊 然後這個是在你後來的老態 因為現在的人大概四五十歲的時候 皮膚表情多的人就容易鬆垮 所以這是兩大區塊 有的人標準拉得很高 就是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他想做 所以在所謂的第一名的 叫做三圍眼睛的地方 第二個是所謂的下瞰 如果你把2 5做好了以後 1 3 4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拉到 所以就不用再特別做就對了 只要把2跟5顧好 你看2跟5涵蓋這個大面積 所以你2可以拉到一部分的1 2可以拉到3 那5的話可以拉到4 或甚至拉到一部分的頸部 所以你把上下顧好 中間就跟著水長船高 所以看起來好像效果不錯 等於說做兩個重點部位的話 整個臉的質感跟皮膚的鬆緊度 就會做改善 那我想請教院長 你剛剛講到法式關鍵拉皮 過去講到拉皮 大家都會覺得有點怕怕 會不會說它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恢復期要很久 那法式拉皮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其實這法式是在化果他們的方式裡面 是傾向你說我做治療 我不想跟你拿太多的皮膚 不想讓你拿皮膚 他只有把你鬆動 稍微讓你有一點皺紋 不要那麼深 那後來我想到說 那是法國人他的臉型 比較稍微往下比較會垂 那我們的重心一定是要把臉 挑戰地心引力 所以這個地方就找到你的點 譬如說眉尾 眼尾 漁尾 這個地方的關鍵 可能在這個地方的角度 或這個地方的角度 那我們針對這個角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直接把多出來的皮膚把它拿掉 所以縫線要縫在裡面 縫線要少 那縫在裡面 縫在頭髮裡面這樣子嗎 縫在裡面 不是頭髮裡面 法劑邊緣 法劑邊緣 那縫在頭髮裡面也可以 但是縫在頭髮裡面有一個缺點 將來好的時候 怕是有一條白白的 那法劑邊緣的話 可以似乎比較容易隱藏 第二個 傷口的話用黏的 用現在生物膠 所以現在進步的地方 是用生物膠跟你貼上去 然後貼上去一個很神奇的概念 就是說傳統上我們的傷口 你一個結痂 然後你在結痂換藥 當然有的換得很勤 換得很好 可是萬一如果你的分泌物 堆積在傷口的時候 你的分泌物那個結痂的時候 你要把它弄掉 你的傷口會裂開 有這個疑慮 會有這樣的風險 對 那現在你縫線縫在裡面 你傷口用生物膠貼了以後 你的分泌物是什麼 往外面凸出來的 然後你這個分泌物 等到你這個分泌物已經乾燥的時候 它結痂結在外面 所以你基本上你結痂在外面的時候 你的傷口就很乾燥 所以這飛物的又特別快 所以這樣的一個縫線縫在裡面 傷口用生物膠 我們盡量不要用所謂的縫線 不要縫在外面 第三個你自然你的飛物又快又自然 那想請教一下這個院長 你講到法式拉皮的優點這麼多 可是你之前也跟大家提醒過說 有一種叫做V型拉皮 那V型拉皮的效果 其實也是蠻好對於改善一些老化的皮膚 到底V型拉皮跟法式關鍵拉皮 他們各自有什麼樣的優缺點 那V型它的特點就是說 我要做出一個比較V的型 這確實是很有吸引力 所以等於說是在下巴的地方 它是角度最下是朝一個V型 那V型當然也是代表勝利 或者很高興這樣子 那現在法式拉皮就是說 你同樣這個型 我的角度裡面還考慮的是說 為整個而向上提升 為整個 不是說只有純粹你是這個局部的問題 局部問題 它是把它整個的測量 是在往上挑戰地心引力 所以它對於臉型的調整來講 更具有向上提升的力量 所以這種法式關鍵拉皮 在現在來講 民眾的滿意度客觀來講 在95分以上 那你講什麼樣的人 或什麼樣的問題 用V型拉皮適合 什麼樣的問題 用法式關鍵拉皮比較適合 現在如果說要是把它做V型拉皮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張照片來做對比 就是說一個明顯的例子 好 這個情形 它早期的時候是所謂做V型拉皮 早期的時候做V型拉皮 早期就是做V型拉皮的 這是以前做過的 做V型拉皮 後來我跟他提醒 因為他本身他很喜歡愛美 而且他本身是公眾人物 後來他就說這個照片 清一色我們把它做紀錄看看 他就很有研究精神 這個沒有想要做紀錄以後 他就來一個V化式拉皮 從這個地方有做 然後全國這個地方有做 這是做完的當天 就是這邊在做法式拉皮 眼睛的部位就對了 有看一個膠帶在這邊 這個地方做完點掉好了 你眼睛很亮 你看得到這個 你的傷口髮際線剛才講的嗎 眼睛很亮 很厲害 很聰明 來 這個地方你看 傷口還在這邊它已經這樣 有人說他鳳眼 鳳眼當然有人說 會對 我想說拉一拉 會眼睛的角度就變很高 鳳眼一天就好 才一天而已 第二天龍眼會比較漂亮 可是他覺得鳳眼對他有利 為什麼 你看他一個禮拜 所以越是鳳眼 你揮霍的時候 你會覺得眼睛感覺越漂亮 這是一個星期 然後我們就來繼續延長 一個月 然後這是兩個月 所以他用改成所謂的 化式拉皮以後 他的形勢向上提升 對 看起來更年輕了 他把以前的所謂的 往下的V型拉皮 一部分被帶上來了 因為後來沒有坐這裡 後來就從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做出來 就把下面的鬆的地方 就把這一塊 直接把它拉上來了 院長 這個小姐 老實說 他本身的條件就還不錯 所以他做上去之後 效果就非常的明顯 如果說有一些天生條件 可能比較差 過去曾經美容失敗過的 也可以用法式 關鍵拉皮來救嗎 這個就是以前的美女受傷 就是以前美女受傷 就有點可憐 就以前美女受傷就打矽膠 美女受傷打矽膠 可是那是以前 在不知而行的時候 那時候全世界沒有一個核准說 沒有一個國家核准說打矽膠 這位他的臉型 其實如果不看這個地方 感覺臉型還可以 那現在就是把它治療完了之後 就是當場 這裡到這裡是一小時 一小時的改變就這麼大 一小時 對 就是說他做的範圍 那請看這個位置 治療的位置就在這裡 然後他治療位置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位置 然後他整個是挑戰地心引力 直接拉上去 所以這是當場的照片 所以關鍵的這一種治療 就是說你用化式拉皮找到他的關鍵 化式關鍵拉皮 那這是當場一小時的結果 對抗地心引力跟年齡 是每個女人畢生的直治 可是年齡就是會讓你的皮膚變老 沒有辦法 那就要靠後天的保養 我想問一下中醫師 我們其實年齡除了是皮膚會變老的 關鍵因素之一之外 是不是現在人有很多的 不好的壞習慣 會讓你的皮膚老得更快 其實我們年齡變老 是自然的老化現象 但是如果說 你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只是加速你老化 會更老 更快這樣子 像比如說我們表情誇張的話 它其實是容易長皺紋 那其實老化本來就是皺紋會產生 但是因為我們的表情 它是用肌肉去帶動的 那你在有表情的時候 它其實皺紋會有產生 那隨著你年齡老化之後 因為它的膠原蛋白已經流失了 所以皮膚裡面的支撐力就會下降 那這時候慢慢它就會皺著就會產生 那側睡其實也是 因為我們側睡不知不覺 對 有時候側睡你壓到枕頭 不知不覺中 其實它也是有皺紋的產生 所以一定要正正的躺著睡這樣子 比較好 會比較好一點 那其實還有一個就是不防曬 那我們都知道陽光 很多人都不想不會做 對 其實陽光對我們的皮膚 然後皮膚傷害是很大的 那其中像那個UVA的話 它其實是到我們的真皮層 去產生我們皮膚裡面 它的那個真皮層的細胞 它直接被破壞掉 然後所以它就是會有一些 比如說老化的現象 那再來就是愛吃甜食 那像糖的話 跟我們的膠原蛋白 它會結合在一起 然後 對 所以它就會皮膚就會變 所以手搖引也最好不要喝 是 或者是一些甜點 那它結合在一起之後 我們皮膚會變得比較僵硬 沒有彈性 那再來就是太晚睡 因為晚睡的話 我們都知道我們細胞 它要新陳代謝的時候 是會有受到影響的 那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樣改善呢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睡眠很重要 那我們都會提醒大家說 你要早點睡 因為我們如果說在晚上12點的時候 會身體會有一個退黑激素 會開始分泌 其實這個退黑激素 它除了跟我們的皮膚美白有關係 那其實它會跟我們的 就是對抗自由基 讓我們的細胞不會太快的 就是被破壞掉 然後睡眠的話 最好還是有可以6到8個小時 對 然後再來就是飲食的話 第一個就是喝水 因為我們如果皮膚太乾燥的話 也會產生細紋 那再來就是要少喝甜的飲料 然後多吃像維他命C 水果 還有膠原蛋白質的食物 那再來就是好好保養 那清潔就是第一步很重要 然後保濕跟防曬 好 非常謝謝綜藝師 的確你的臉顧好了之後 看起來很年輕 可是有一個地方 還是會洩漏年紀 趕快回來繼續跟大家聊一聊 歡迎回到健康同學會 剛才上一段節目當中 我們聊到了怎麼樣 讓你的皮膚看起來更年輕更美 臉顧到了 可是一個地方會洩漏你的年紀 那就是你的年輪 博文 這不好好保養可不行 為什麼呢 看看這個照片 這個是最美的小龍女李若彤 她1966年出生了 也50幾歲了 當年29歲非常的美麗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她 她保養得很好 也是很漂亮 維持年輕的狀態 也是非常的完美 最近她出現了 膠健身身材很好是沒有錯 但是這個地方怎麼會這樣 對 嘉芬 其實她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有最美小龍女的稱號 因為很多人都演不過她 因為她演起來實在是太仙了 但是經過了20幾年後 仙女不管怎麼樣化妝 還是會透露出一點點年紀 對 就是比較成熟的仙女 對 資深仙女這樣子 因為她這個照片會曝光 是因為她其實也經營 她的社群平台 所以她就在網路上面 PO出她教大家健身 而且你看她有那個冰塊的 她有筷肌 練得很好 對 她有六筷肌 然後大家想說 20幾年後 這個小龍女還能夠 體態這麼的完美 但是還是有網友 非常非常的眼尖 真的是很壞 這麼漂亮的仙女 還是看出端倪 就是在她的脖子 因為剛剛說 大家可能會戴口罩 可以化妝什麼 但是脖子真的很難防 所以看到脖子上面 有一個頸紋 一條一條 就透露出她的年紀了 但還是有很多的網友 出來幫她護航 說拜託 如果說妳54歲 還能夠像她這樣 維持這麼好身材 再來批評她 但是人就是想要更完美 那我想起到院長 李若彤54歲 臉看起來不錯 可是博文 我覺得這是蠻多女生的困擾 到底要怎麼改善 要找到一個平衡 其實很難 像過年期間的話 都應該說 要把一種機器藏起來 什麼機器 因為過年妳想快樂 妳想吃東西 但是如果看到體重機 體重機就扔掉 扔掉 扔到床底下 先藏起來就好了 你的天使臉孔 那也魔鬼身材 但是天使臉孔 跟魔鬼身材交接在頸部的地方 對 這個就是說 像他就不可以吹樂器 吹樂器 像這種吹樂器 這邊會用力是不是 你對吹樂器用力的人 像我就很適合 我國中的時候老師就選我 你可以當那個喇叭手 後來吹伸縮喇叭 或小喇叭都可以 像這種脖子比較細的人 不可以吹樂器 越吹 你的作文就越多 不過話說回來 現在的這一種所謂的 健身運動的教練 十位裡面有八位都有頸部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身材很好 跟我們一般人做一個示範來講 你希望你都是膠原蛋白你的肌肉很好 但是脂肪量又不要太多 脂肪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你又怕脂肪太少 可是你又肌肉又想要多 結果搞到後來的時候 都像這樣做文會太多 我想請教教院長 如果說真的已經出現了頸部的紋路的話 出現年輪 到底該怎麼樣來改善 而且出現年輪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是吹樂器 因為不會每個人都在吹 你現在變成說 你的這種膠原蛋白的流失 在頸部來講是擋不住它 而且醫療上很少有治療這個頸部的 所有的保養品要擦到頸部 我看通通一個字 就是Q 問號 沒有什麼效 為什麼 你沒有膠原 那你說現在用肉毒感菌來打 勉強可以 肉毒感菌加雷射勉強可以 但是如果你打玻尿酸 打所謂的膠原蛋白 甚至你用凝膠水凝膠來打 這個東西都全部都不是很適合 全部都不適合 為什麼 因為你增進到我們的皮下的時候 皮下沒有脂肪 對 因為這邊太薄了 所以都會凹凸不平 後來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很困擾我 因為我本身有一點點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拿自己頸部 剛剛實驗了六七次 我試著用抽脂的方式 用開刀的方式 然後就這邊坐 這邊坐 然後往前坐 往後坐 尤其在頸部下巴這樣 開了兩三次 所以頸部的鬆弛 現在一定可以解決 一定可以解決 就是說你現在往下垂的時候 基本上你現在往下垂的時候 這一塊 這很特別 不是你有木我紋 是你先有這塊脂肪 往下垂 重心往下垂 壓到這邊 然後你整個這整個範圍 再往下再壓 壓到後來的時候 你本身如果你的頸部 本來又細的人 你就很吃虧 所以你頸部一定鬆弛 那在一般我們都稱為雞脖子 那有人就告訴我說 院長你講雞脖子已經不夠了 因為她已經瘦到什麼 火雞脖子 太瘦了啦 我們看一下其實頸紋 這個女生的脖子不算是很瘦 但是紋路也是滿明顯的 這就是剛才院長你講的 可能是她臉部的脂肪 稍微往下壓影響的 對 表情多的人 其實還有一些先天太優良的 因為我們先天裡面的規定什麼 粉頸 然後我們叫什麼 繡腿 所以你既有繡腿的人 就會有粉頸 就有粉頸 那你粉頸的話就會有頸紋 這沒辦法 要找平衡 那問一下院長 你剛剛說你自己實驗了很多次 很多方法要來改善頸紋的問題 那你找到什麼樣的方法了 最後我終於選定 選定 因為我在這個頸部實驗的 大概六七次沒有問題 包括雷射的溶脂 抽脂 開刀 那最後的時候我們就選定的是什麼 這個選擇當然是從這紋路解除 原本的紋路是長這樣 然後紋路稍微把它解除 解除以後紋路有減少 它不能不見 只能變淡是不是 這個是比較不成功的例子 比較不成功的例子 因為這個照片全部都要客人同意 那當然這個照片一定是客人有同意 可是也改善很多了 對 那我們現在不是坐在前面 要坐在哪裡 哪裡 理論上不是前面 前面會看得到痕跡 我們坐到後面 脖子這邊 後頸這邊 對 那現在的心得就是 你只要把它坐到後面的話 那我們的脖子鬆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以往後後去拉 那通常蠻力度都是在80%以上 蠻力度80以上 不是後面的優點後面是 因為它的傷口也比較好藏 比較好藏在 藏在髮劑前面或髮劑邊緣都可以 那通常我們要做的話 如果你藏越後面 你的效果力量就可能不夠 但是現在能夠接受 就往髮劑後面去做的 這個民眾的期望值都很高 好的確呢 其實皮膚變老 除了我們沒有好好的保養之外 剛才中醫師提到了 有一些壞習慣 像是說你晚睡 或者是說你很愛笑的話 愛吃甜食都會變老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中醫師 除了吃甜食會讓皮膚變得 狀況比較老化之外 還有哪一些食物最好不要碰呢 對 其實像油炸的食物 我們都知道它是經過高溫 所以它我們進入人體之後 會產生很多自由基 那其實自由基它對我們的細胞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所以就會提早 讓你有衰老的情況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含糖的飲料 它是跟膠原蛋白會結合在一起 然後讓它提早被破壞 那罐頭類的食物 它其實跟我們健康新鮮的食物 是不太一樣 因為它會加了很多加工品 對 加防腐的那個作用 是 那你也不知道這些加工品 吃進來對我們的身體的傷害 是怎麼樣 那當然就是說它的營養 也其實也流失了很多 那像加工肉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亞硝酸鹽 它對我們人體是一個 很低級的致癌物 那像高脂肪的食物 它也是會經過一些高溫的烹調 也是對我們人體 也是會產生一些自有機的產生 那沒變就知道它等於是一個 我們吃進去一個毒素在身體裡面 對我們的器官其實是很大的傷害 那像含鉗的食物的話 它對我們的人體 它直接是傷害我們的肝臟 就是器官內臟的部分 對 器官的部分 所以對我們的氣血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那當然會影響到我們皮膚的紅潤 那含鋁的食物的話 含鋁 什麼東西會有含鋁啊 對 像油條 喔 油條喔 對 真的耶 或者像我們的一些鍋 煮東西的那個鍋子 它可能也是鋁製成的 那這個也是要比較注意的地方 那吃了含鋁的食物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其實含鋁的食物 它會跟我們的蛋白質 也是直接結合 然後就會破壞它的產生 就是再生 讓我們細胞也是提早的老化 好 提醒大家 像這類食物包含了 大家晚上可能喜歡吃這個宵夜的鹽酥雞 其實有些食物我真的都會吃 很難避吧 沒有 我有兩個原則 我有兩個原則 對 醫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硬要吃有什麼原則 第一個原則 如果有青菜的話 先吃一堆青菜 降低罪惡感 不是 那個用青菜的這種疏通的感覺 來減少它的吸收 對 第二個量吃少一點 譬如說我要吃油條 我們本來我這一條 然後加豆漿 加什麼很好 兒時的回憶 油條加豆漿 這時候要吃的時候量就少一半 找個人一起吃 對啦 的確就是台灣人都喜歡吃 想要滿足口腹治癒的時候 院長提供兩個滿好的意見 第一個 先吃青菜對不對 青菜或水果 先吃維他命C的東西 來有點類似所謂的喝水 加上去解毒 然後第二個是 如果硬要吃這種比較邪惡的食物 可能就少吃一點點 就可以降低對身體的傷害 一起吃 害別人對不對 不是害別人 那種分享的感覺很好 好 那我們講我們 就是說要避開這個比較不好的食物 保持身體的健康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做一些臉部的運動 讓這個臉部的皮膚能夠抗老 我們看這一位 他非常非常有名 我個人也很崇拜他 他是這個韓國的美妝大師 他叫Pony 也出了非常多的化妝品牌 賣得很好 據說他這個社群網站的威力很強 可是人家不是走靠美妝 就可以賺到粉絲的心 他素顏的時候也很漂亮 因為據說他自創了一個 抗紋的按摩法 我想請教一下恆均 這抗紋的按摩法到底怎麼做 因為牛年我們就是希望說 可以扭轉時空帶來美麗 然後按摩也是說 每天好像你在保養的時候 可以幫自己一個忙的 那上次Pony的話就是在全世界 有很多人去追蹤他 大家到談過也一定要買他的彩妝品 台灣也是賣得很好 那首先他這五招 第一個就雙手比個夜的感覺 你就記得是在 真的是他對不對 對 他素顏很美 對 然後就是你用你的 這個食指跟中指 然後往頸部的上面拉上去 然後在做這些按摩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先塗好按摩的乳霜 或是按摩油 不然會太乾 對 不要千萬 千萬不要這樣子硬拉上去 不然其實硬拉對肌膚 不會傷害很大的 好 所以第一個 其實就是把你下巴的線條 然後往這一個耳朵的地方去拉 然後接下來就是像個小貓一樣 非常可愛 手微微的彎 然後從我們這個額頭的中間 開始往外 往太陽穴的方向走 往外面推這樣子 對 那其實他所有的重點 就像院長剛剛說的 所有都是往上的方向 因為讓你的線條往上走 然後心情也會跟著為之飛揚 接下來第三個動作了 因為下巴跟額頭都顧到了 然後就是眼睛的部分了 那眼睛其實這個動作 大家有時候在塗保養品的時候 眼霜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順便做一下 對 沒錯 就是你用這個手用最輕柔的無明指 然後從眼睛的外圍 也是這樣子慢慢的打圈往中間 然後配合你的眼霜的話 然後你要一直跟自己講說 我真的是很漂亮的一個人 感謝上天讓我自己這麼美 然後感謝的力量很重要 對 然後腦中就是想著 院長剛剛那些美麗的圖片 就覺得自己真的很漂亮 到中間的時候 還可以稍微按一下 然後讓眼睛有紓壓的感覺 對 接下來就是笑容的部分了 有些人覺得講說 好像我年紀大了 然後大家會說 你怎麼常常臭臉 其實不是因為你臭臉 是因為你面無表情 臉就下垂 院長剛剛講說表情不能太多 可是這很難 真的很難 然後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鬆弛了 所以你一放鬆看起來就臉很臭 但是因為整個臉是掉下去的 所以嘴巴的紋路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部分就有點像是外星人這樣 用這兩隻也就是無名指跟中指 然後從嘴角輕輕地往上推上去 往上推上去 都是往上這種V的線條 就是感覺好像自己在往上飛揚的感覺 最後面就是蘋果肌的地方了 對 沒錯 這時候就兩手握個拳 但握拳不是要太用力 也是輕輕的 用這個我們指頭指節的力量 從下巴的地方往上推上去 然後往上推上去 所以所有都是要對抗地心引力 希望讓線條往上飛 心情也可以跟得變好 的確就是說你這個吃得不好 生活習慣改好 做完美容之後 不要每天晚上 做一些簡單的抗紋的按摩法 讓你的皮膚可以永保年輕 可是我們大家講到 現在女生最困擾什麼樣的紋路 就是三八紋 到底三八紋對個美女來說 是多大的傷害呢 趕快回來一起討論 好 歡迎回到武器健康同學會 謝謝大家跟大家聊一聊 又是大明星的變化 這一位是溫碧祥 過去真的是很多男孩子的女神 她今年年紀也不小54歲 可是感覺歲月在身上 沒有留下太多的痕跡 這是35歲的她 她飾演是風神榜的達基 應該很多廣劇名有看過 然後這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她露面 我覺得還是很漂亮 但是好像哪裡怪怪的呢 加芬 她其實是 大家說她們是20年前 跟20年後的差別 一看覺得說好像也沒有什麼差 但是就覺得 哪裡好像可以再加強一下 其實那個哪裡就是她 是Where 嘴角旁邊的兩條線 就是那個三八線那個 這是什麼東西 對 但是已經有很多網友說 拜託 20年後 你看她的身材 她的四肢還是非常的鮮細 她這個會在螢幕前面曝光 因為她受邀去參加了一個 這個歌唱的節目 她一開口之後 大家覺得說 原來唱歌也這麼好聽 還這麼會演戲 然後身材又維持得這麼好 但是被大家覺得受肯定的是 除了她的歌聲好聽之外 讓大家覺得比較驚豔的是 身材完全沒變 對 但是後來她講說 天啊 因為她的臉看起來 的確是有一點點粉紅 有點太厚 就是臉比較白 偏白 臉比較厚 但是不管怎麼蓋 她這兩條法令紋 還是非常的明顯 所以還是有被網友 就很酸了一番 那我想請教院長 你說人都要追求完美 我覺得溫碧霞的狀態 真的說真的 54歲了保持這樣子 如嘉芬所講的 身材臉蛋一極棒 可是為什麼會出現這兩個紋路 她的膠原蛋白 感覺應該蠻多的 嘉芬是應該說是 你人漂亮很善良 其實我們現在講 以台灣民眾的這個水平 像這個情形 多數的民眾老早就治療掉了 當然我們稍微 還不會讓她現在螢幕上面就對了 因為你的法令紋這麼深 你知道庭院深深 法令紋更深 法令紋到嘴角它沒有木耳紋 但是它旁邊太瘦的話 像它這個情形在台灣來講 是不多見 不可能 大家一看到馬上就去治療 因為事實上老早就已經儲備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種從法令紋 法令紋的衍生出來 造成這個嘴角旁邊 會有很多的細紋 甚至剛剛沒有木耳紋已經不錯了 很多人的皮膚薄到這種 像木耳紋都跑出來 所以淚溝印第安紋 法令紋 木耳紋 這三個基本上都向下垂 所以叫三個八字紋 只要是膠原蛋白的流失 而且這個流失是你 臉型越好看的人越會流失 難怪剛溫碧霞流失的有點 對 你臉型越好看 先天太優良的人 就是說先天太優良的人 你後天可能就是相對的 你比較辛苦 因為沒有支撐 所以往下垂的比例更高 那臉 可能像你臉越大了 像我這種臉比較越大 顴骨越凸的人 你就不會老 就不會老 就是你支撐力比較夠是不是 我支撐力比較夠 還有一點是我沒有法令紋 因為我能拿自己實驗 因為我牙齒爆牙 那我牙齒爆牙 我就把法令紋填起來以後 我就沒有爆牙 所以這個時候的支撐 就比較不會老化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三個八字紋 這個不要傷心酒墊 為什麼 這是因為你先天太優良 那後天怎樣 補強就好了 那這三個三八紋 類溝法令紋跟木耳紋 到底哪一個地方先改善 看起來會最容易變年輕 如果就標準來講 我們先從法令紋 因為它是核心的中間位置 那如果你感覺說老得太快 皮膚太薄的木耳紋 就支撐直接把它上揚 那如果感覺有點憔悴 那我們再淚溝印第安紋 所以三個八字紋 我們先從它的這種膠原蛋白的 流失的位置的起源點 但是它能夠填補的材料 各自不一樣 在這個地方 我們以膠原蛋白跟玻尿酸為主 在這個地方 要凝膠水凝膠為主 為什麼 凝膠水凝膠這個地方 可以擋你五年 擋你十年 擋你15年 在木耳紋這個地方 你最好還是以凝膠水凝膠為主 至於說太陽穴這個地方 我們用膠原蛋白玻尿酸為主 所以我們找到它的點以後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但是我們這個時候 用的材料就不一樣 還有一個是要定位跟安全 我們施打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怎樣 回抽再回抽 確認百分之百沒有回血 沒有回血就比較不會溢青 我們確認以後再把它施打 所以這個是安全系統 一個是固定系統 來確認那個位置正確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種 相關的位置 你找到這個點 你頂住它 主要一個人在這個地方頂住以後 原則上一直年輕 相對的比你的年齡 直接年輕個3%到5% 不太會老化 經過實驗以後一樣 你有打跟沒有打的人 你的下垂程度不一樣 所以院長你說頂住它說 關鍵的地方就是要注射在 這兩個部位對不對 對 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簡單的說車子來講 你一個車子的車體載客人 載東西就車體 然後這是輪胎彈簧 你把這個地方彈簧的概念 把它頂住以後 就像千斤頂 然後你把它頂住這樣 頂住就不會這樣 頂住就不會鬆垮垂 所以千斤頂頂住以後 你就等於說這整個像什麼 像一個黃金頂 把你hold住掉不下來 這個部位真的好重要 院長有沒有什麼實際的操作的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們希望90%的 希望不要動刀 因為它只要填苦不用開刀 對 不用開刀 你看這一位它的臉型 其實它的臉型是有一點小小的 方形臉 它應該支撐得還不錯吧 因為它的骨骼 它支撐得不錯 但是凹凸不平 這個顴骨的地方又凸 然後這個下焊的地方又凸 我們把它鼻子 它本來是為了車禍疤來 把這個鼻子後來把它做起來 減少它的疤痕 照片當然是照得不是很好 它送的 它送的照片 然後這鼻子把它做起來 法令紋做起來 下巴的末紋的地方填起來 它的臉就往中間拉 所以這個樣子 人家說它是像什麼 像明星 我說不是像明星 這是它本人 這是它本人 誤以為是明星的照片 就是它本人 完全它本人 做過手術之後 就變成一個人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年齡三四十歲 那我們看二三十歲一樣 這個也差很多 這也是都這邊而已嗎 它是一個優秀的工作同仁 結果它的臉型像這樣 眉清目秀 但是就少了那個韻味 對 然後後來你看它的型 它的型就整個做起來 女人味都出來了 我們再把這一張年輕的 跟這一張相對比較大的 這兩張如果再把它放在一起 你會越看越像 為什麼 它現在只插在一個地方 只在這個地方就是說 如果讓它的這個位置 能夠稍微上揚 或在這個地方 讓它墊大一點的話 它的整個臉型又跟它又像了 所以現在我們要改善 這種所謂的老態 搞一些臉型 我們可以不用動刀 用科技來解決 你給我十分鐘 我們解決你十年的困擾 其實院長 看起來老就算了 女生最怕什麼 看起來就是很壞 剛才你講到溫畢小孩還好 他還沒有出現木偶紋對不對 可是有一些人如果出現木偶紋 看起來就真的是 好像命很古 然後好像最近運勢不是很好的狀況 要怎麼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 木偶紋是怎麼會出現 怎麼樣去做改善 其實這個女生來治療的比例太高了 木偶紋這麼多人有這個困擾 太多人都治療 最重要是這個技術 其實我花了兩年時間 拿在我的臉上做了實驗 開兩次刀再打了五六次 院長你要偉大 因為感同身受 感受 我才有知道你痛苦 還有知道有沒有效果 現在治療的民眾 特別多的是女生 但是女生對我們來講 十分鐘解決你問題 但你的脂肪還是要抽掉 如果沒有抽掉 你這個地方可能還會有下壓 所以他這邊的木偶紋的原因 是因為他這邊脂肪 上面的脂肪太多 太多太重 皮膚太嫩了 早知道皮厚一點就不會 所謂皮厚一點是指男生 好 我們把它點掉好了 現在真正要治療這個畫面 我們應該在這個地方做一個畫式 關鍵拉皮 把這一塊的脂肪 跟你的皮膚鬆軟的拿掉 然後這個地方做一點點的填補 這個填補 所以內外合作 假設你的眼睛 我們把它點掉好了 你的眼睛要向這一邊的話 我們一樣把眉尾 眼尾 魚尾的 一併處理 處理完了之後 處理完了之後 就把這個皮膚往上拉 所以挑戰地心引力以後 你就不會眉間穩那麼多的問題 對 所以這個位置還是要把它 做一點抽質 然後把它拉皮 最後都要做一點填補 現在是男生來做的特別多 因為男生假設有莫聞的時候 通常有一個老闆就說 他也很嚴肅 對 那個老闆就說 院長我人很好 可是怎麼看我的工作人員 我們的員工都說 都不敢跟我講話 說我不笑的時候就很兇 我看一下這個帥哥怎麼看來看去 我說你是帥 但是就是你覺得兇嗎 我是不會覺得你兇 就跟我們當兵一樣 誰知道你班長很兇 沒有 問題是當他不笑的時候 他員工覺得 女生可能比較會至於這個表情 結果後來我說 你就是這個莫聞的問題 結果這個莫聞治療了以後 我跟他治療了 應該是兩次以後 就很成功了 結果莫聞治療完了之後 從此他非常曖昧 因為長得越有美感的人 越愛美 所以美上加美 所以要給自己一個最好的 人員也變好了 你會更想要愛美 院長你剛剛講到說 用這些方式 其實就是把這個填補 你一些比較紋路的區塊 就可以看起來比較漂亮 比較年輕 你也講到了 這個填補的材料其實蠻多種 你今天都有帶來到現場 到底我們常聽到的膠原蛋白 還是玻尿酸跟水凝膠 可以分別用在哪一些部位 哪一個效果比較好 哪一個看起來又比較自然 使用這個材料的時候 各有它兩個字的需要 譬如說可能結婚的時候需要 或者是跟政婚人 主婚人在比較的時候需要 然後年輕一代的 又怕那個就是說不夠漂亮 很多同學會的時候 都有這個變美的需要 變美的時候你有兩個 第一個是你材料要怎麼做 要材料 第二個是你有沒有方法 你要變美的過程也沒有方法 那剛剛已經講到安全裝置加固定器 對 比較安全 那這個材料 就選材料 材料就是各領風騷 比較細膩的位置 比較細膩的位置交給膠原蛋白跟玻尿酸 細膩是細小的紋路嗎 細小的紋路 比如說眼袋的附近 眼睛周圍我們交給膠原蛋白 細膩的位置交給膠原蛋白跟玻尿酸 但是它的能量是大概可以維持到 一年到兩年 時間可能就比較短一點點 對 這個也是很好用 它有吸水力量就直接夠了 第二個情形是假設你需要耐久的 耐久的話 你可能用到的是水凝膠 因為它本身就是飽水 本身就是水 本身就是水 然後再含一些材料 所以這個是比較有彈性 各領需要的情形 我們用的水凝膠 如果說就它的材料來講 它能夠耐久一定要 它有足夠的延展性要很夠 對 你講得很好 延展性很夠 10公分 一般來講我們保水頂多是1公分 這個10公分 看起來就更自然了 所以你10公分以後 我剛剛講你可以大笑 剛剛講太瘦了 你要大笑 你用水凝膠把它控制以後 你笑了之後就把它拉回來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說 皺紋就跑出來 的確在做醫美療程的時候 不同的材料跟費用 是大家考量的重點 但講到這個手術 院長大家常常講到說 有些手術可能需要開刀 也許不用開刀 到底我們要怎麼選擇 哪一些療程可能開刀比較好 哪一些真的不用開刀 其實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 其實像我現在最想 我自己最想來 我自己 我最想先來做這個治療 就是不要開刀的 做開刀的 就是開刀的 因為我的臉比較大 然後這個臉有時候是半天生的 有的是因為各種的因素 我有卸出種的反應 這個時候我如果能夠做一個 所謂的關鍵性的拉皮的話 我能夠相對的 皮膚本來就不鬆了 然後相對的你皮會更緊 角度會更漂亮 所以皮多皮鬆緊鬆的人 比較適合用開刀的 法式關鍵拉皮 這個地方特別鬆的 一定要把皮拿掉的人 就做開刀 如果一般的你說要維持年輕 或者直接沒力 我們可以用填補的方式 剛剛講填補有三種材料 耐五年 十年的凝膠水凝膠 或者是簡單的拉線 它維持一到兩年 你如果拉線要長久的話 維持力量要夠的話 你最好選擇凝膠水凝膠 因為它固定了以後 它有彈性 保護你的拉線不會被移位 這個時候我們就凹陷的填補 只要是中間的拉皮 就三個八字紋 或你的臉頰的處理 至於說這個開刀 我想現在這個開刀相對 剛剛講幾個特點 一邊時間 回覆期很短 時間又快 一邊30分鐘 也是很方便 然後你要吸氧器 然後做完之後 就是用凝膠水凝膠器給你貼 然後你基本上 你臉隱藏在側面 所以它休息短 特別說明的就是 眼睛周圍鬆軟的問題 不要再眼睛開刀了 我的第一專長叫開眼睛 所有的刀最難的 最精細的叫眼神 對 那我自己眼睛開了八次 可是我現在竟然研究是 不想開眼睛 是用挑戰地心靈力 用畫式關鍵性的拉皮 所以你的眼睛 你是說你本來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現在不用 你只要先用眼睛這樣照一下 花一分鐘你自己先看 看得最漂亮 我們就把它固定 固定好了之後 你就直接修復 大概兩三天就很輕鬆了 好 感謝院長 的確除了靠醫美療程 讓外在變美之外 其實很多的女明星 都有自己獨門的一套 內在保養的方式 我想請教一下郁佳醫師 這些大明星都是 頂頂有名當然有來頭的 她們好像聽說都有 自己私密的這個保湯 來保養身體跟皮膚嗎 對 其實她們都是用一些 其中包括有一些是中藥 那其實中藥這些 它是藥史通緣 就是說它又可以當中藥 但是它又是具有濕療的效果 像那個小S的話 就是用山藥藝人排骨湯 那山藥它是補我們的皮肺 就是跟我們後天之本 跟我們的皮膚皮毛 都是有關係的 那像藝人的話 我們都知道它有很好的 美白跟去濕的作用這樣子 所以它如果說有些人 眼袋容易浮腫 其實吃這個也是蠻好的 那排骨的話 就是直接補充膠原蛋白的部分 那像海帶排骨湯的話 海帶的 林志玲的最愛 是 因為海帶的話 它本身有滋陰潤燥的作用 所以像對於有一些皮膚 比較乾燥的人 它是有改善的效果 那像排骨湯 也是很好的補充蛋白 那豬舌蜜藻紅蘿蔔玉米湯 那它其實豬舌的話 因為它是 豬舌 它新鮮的 幾乎沒有什麼脂肪 所以你吃肉又不會有那個 然後像蜜藻的話就是補血 紅蘿蔔的話 它就是一些抗氧化的作用 那玉米也是提供我們人體 很好的一些維生素 所以透過比如說 像是一些天然的食材 然後搭配海骨燉湯的話 可以補充你皮色的膠原蛋白 另外這些像是山藥 誰知不知道 你是誰知不知道 這次的樓下 誰知不知道 我可以補充你 取充你 你這也不是